我是恐怖游戏中的唯一清洁工 在玩家看来张牙舞爪的NPC 大多有一段痛苦的过往 我从不去过问 但也会尽力帮他们完成一些事 今天 我受女鬼之请 去现实中帮她找一位看不见的朋友 替她道歉 她恳切地说道 请您务必告诉她 不要为我报仇 杀死我的 并非一般的组织 也请您小心 我看着我的四大神器点点头 放心吧 我应该有自保的能力 订阅恋恋推文 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证文现在开始 我 吴子鱼 恐怖游戏中的唯一清洁工 因为有跨越副本的天赋 所以被老板高薪聘请 每当副本结束 我就进入副本打扫 今天是从SSS及副本 世界游乐园中脱离的第六天 在脱离尸体时 造型颇像针子的NPC叫住了我 他的嗓音如同加椰子般含糊不清 你好 可以聊两句吗 我十分诧异地回头 我来明咒这个副本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从来没和我打过话 要不就是倒吊在天花板上 要不就是披头散发冷不丁地出现 发出那种关节响动的声音 意图吓我 无果后 又会突然地消失 他的手甚至会从厕所里伸出来 我拿着马桶塞沉没后说 如果你喜欢从马桶里伸手 我会尽量刷得干净些 从那天后 他就不再执着于吓我了 只是远远地看着我 露出他那空荡的眼眶 在屋子里 或是在屋外的墓地游荡 在明咒这个副本里 阳光永远是奢侈的 天空的阴郁让人发霉 潮湿的空气弥漫在这栋三层的别墅中 走在墓地板上 永远是嘎吱嘎吱的颤叫 索性在这个副本死掉的玩家并不多 尸体大多完整 基本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打扫干净 算是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是常光顾的地方 我把尸体放下 对他说道 当然可以 女鬼随着灯光一闪一闪 有远即近到了我的面前 贴近后的面容 与乡村老师里面的处人 没有几分相似 他费力地说道 我嗓子疼 说不了太多话 可以请您帮个忙吗 我顿时理解了他的寡言少语 以及喉咙卡刀片式的腔调 稍等 我把胶纸手套取下 从兜里摸出一个小本子 这是上次整理NPC愿望石老板给的本子 前次问询时 他摇了摇头便消失了 现在正好用上 我递给他 请你写在上面 他愣了一下 咔咔咔地扭动手臂 在上面缓慢地书写 我也耐心地等待着 直至他把本子递给我 我说道 我先看一看 他的字很清秀 一戏看得出曾经的功底 我被一个神秘组织所害 夺去了阴阳眼 被折磨至死 未能践行我与另一个朋友的约定 他一定很生气 请您帮我找到他 并带我向他解释 也请您劝他 不要为我报仇 他是一个看不到的人 你应该能够看到吧 我抬头对上他期待的表情 犹豫了一下说 有件事 我必须如实告诉你 我在现实中 并不能看到那些奇怪的东西 他失望地垂下头去 我看着他 安慰道 不过老板神通广大 一定会有办法 我去问问他 他费劲地说道 拜托您了 我把本子递给他 这个本子送给你 如果有想说的话 就写在本子上 我会认真看的 他收下本子 写下谢谢两个字 我叫裴灵 怎么称呼您 我笑了笑 叫我无妈就可以了 大家都这么叫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 我渐渐笑不出来了 他所写的一切 让人不寒而栗 很难相信 现实中竟然有一个 研究灵异力量的神秘组织 以极其残忍的手段 挖去了他的阴阳眼 他写道 请您也务必小心 在老板的办公桌前 仍旧是无数悬浮的影像 各个副本的玩家 正上演着生死一线的戏码 老板听完我的话点点头 我的确有让你在现实中 见鬼的能力 我高兴道 那实在太好了 他紧接着说 但这项能力 我却不能给你 我知道老板这个人 刀子嘴豆腐心 所以说道 老板 我不白占你的便宜 这样吧 我可以免费打扫一个副本 看了看他不为所动的神色 我说道 免费打扫两个 他其中一个脑袋 陡然转向我 没有一丝笑意 和问道 你觉得在现实中见鬼 是一件好事吗 我很少见他生气 一时被他吓住了 他说道 世间分阴阳两界 两界互不相容 人鬼各行其道 我若给你点了精 千奇百怪的事情 就会映入你的眼帘 你本身就有穿梭副本的天赋 点精后一不小心 就会迷失在阴阳路 我勉强笑笑 你也是体验过几次生死的人了 为什么还不懂得远离危险呢 我不会为你点精 可 我话还没出口 就被他打断 不必再说了 我打扫完老板的办公室 垂头丧气地离开 可当路过明昼房间时 还是忍不住住足 我把垃圾桶放下 又走回老板办公室 高呼道 今天大老爷 求你给我点精吧 你说过 我们是家人 在这个鬼步大家庭内 我与这些NPC 结下了深深的缘分 这个老实爱吓唬人的女孩 我在不知不觉间 也习惯了她的存在 总是能在衣柜里 床底 地下室 发现她的存在 像是二十捉迷藏的玩伴 难道点个精 还能比3S副本更危险吗 老板说道 可你并不能遇见其中的危险 你没有经历过 我拿出扫把 波脊 拖把和抹布 这几样东西都有质的存在 可以伤害到NPC 我说道 有您遇刺的四大神器 自保应该没有问题 而且我可以随时进入这里 老板您是我良久 有时候真是搞不懂你 趋利避害是生物的天性 它又不能给你什么好处 我笑道 可能因为我是不一样的烟火 他说道 我可以为你点睛 但你死了别来这里 当NPC 这里不收 我笑了笑 遵命 毕竟NPC的诞生 都是无尽的痛苦 片刻后 老板说道 点睛已经完成 它会消耗你的灵魂力量 不要频繁地使用它 你要学着去掌握 一旦开启 你应该会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应该不会有比NPC 更奇怪的存在了吧 我深吸一口气 内心难免有些忐忑 我先走了 老板 将垃圾分完类 放入垃圾场 我回到现实之中 一睁眼 就看到了 怎么路上会有一些马赛克 手机短信震动声响起 我点开 是老板发来的信息 忘了和你说了 给你开的是低配版 我嘴角抽了抽 老板还真是省吃俭用 在我坚持不懈地摸索下 我总算驯服了 这对不听话的眼睛 这是现代人 掌握科学用眼的珍贵画面 嘻嘻 接下来就是去见培林 那个看不见的朋友了 我答应过 要在她的坟前 种上绿植和鲜花 但我没法再做到 请您带我去 夜里 我打车来到西元山 司机师傅说道 小姑娘 大晚上的 你去西元山干嘛 那地方荒无人烟 坟地又多 说吧 她从后视镜看我一眼 要不是你给的钱多 我都不敢载你 我说道 帮朋友来上挤炸箱 她点点头 那应该是继承吧 清明节过了 中元节又还早 我看向窗外 说道 应该是吧 出租车一路绕上西山 两侧的山林很近 司机师傅停在一处 前方不远就是坟地 这里打车 我等你一会儿 我点点头 好 我刚走出几步 她就叫住我 你就这样走 身上没带个手电 我摇摇头 她打开后备箱 山上不比城里 坑挖多得是 这个手电你拿着 待会儿还我就是 我本来想着 开灵眼能看见路 但确实不好和她解释 于是接过手电 说道 谢谢 她摆摆手 甭谢 有事招呼一声 一路向前 我按照裴林所画的简易图 总算找到了那个小土包 上面已布满杂草 黑暗中 一个光点在小土包中 似是睡着了 我上前拔掉杂草 然后 把买来的小花一直种下 我听到一个惊喜的声音 裴林 是你吗 这个光点离开坟墓 在夜空中闪烁着 如同一只萤火虫 她的兴奋急速地冷却下来 失望地说道 原来不是 我不禁想起了 此前与裴林无声的对话 在明昼的阳台边 她嘴角勤着笑 我和她认识 是在很小的时候 在公园里 她总是一个人玩 所有的小朋友 都对她视而不见 我于是便去和她打招呼 你好呀 要和我一起堆沙子吗 她脸上的错愕 我至今都忘不掉 她问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我说 当然了 不是你 还能是谁 我看着悬庭的小马赛克 说道 裴林不会再来了 她动了动 绕到我的侧边 你能听到我说话 我侧过去看她 点点头说道 我受裴林所托 替她向你道歉 她永远不会来了 这个世界最残忍的东西 莫过于生离死别 她们虽然依旧存在 却永远无法复见 一个在人世里 一个在人世外 光点听了我说的话 缓缓地落下 她叹息般地说道 我知道 她如果能来 一定会亲自来 绝不会委托你 当看见你种下这些花时 我就知道那件事是真的了 她落寞地说道 她一定是死了 她像在产树一朵飘零的花 我紧张地问道 你知道她去世了 裴林主托我 不要提及她的死因 光点痛苦地说 怎么能不知道呢 有阴阳眼的女孩 这座城市只有她一个 有鬼说 她被沉在了江里 突然间 我发现我的眼睛有些失控 一些海市蜃楼般的画面 出现在我眼前 我开始看到 呃 更多的马赛克 她说道 我找过了 沿着电江找了好久好久 一连找了几天几夜 没看到她 我就在想 或许她没死 她只是去了别的地方 这个时候 她会按照约定来看我 光点闪烁着 越来越微弱 似乎要消失了 我打不过那个人 报不了她的仇 你能来这里 说明你也是裴林的朋友 我劝你赶紧离开这座城市 她仍在寻找你们这类人 说吧 光点熄灭了 我终究还是没能等到她 唉 一声悠悠的叹息 从不远处传来 我顺着看去 是一个勾搂的马赛克 马赛克说道 左元是个好孩子 我正正地看着光点消失的地方 没料到这一切这么突然 我问道 她为什么消失了 马赛克走到我近前说 她呀 原本比我还要高大些 可自从去了一趟城里 就只剩一点点了 这一点点 是她想要再见那个姑娘的执念 见不到了呀 我眨眨眼睛 忽然觉得心里堵着慌 她说道 那姑娘也是个好姑娘 每次来和左元聊天 都会给老婆子我上一炷香 那笑容温暖和煦 比这些小花还美 左元这孩子 若不是有她立幕 这辈子也就是个孤魂野鬼 可怜啊 被静忠会盯上了 我心头一动 问道 静忠会是什么 她说道 静忠会就是左元所说的 害死裴灵的人 她说爸叹息 你也小心点吧 那群人 惹不起的 事情到这里 答应裴灵的事 也算是结束了 可我还是忍不住多嘴 您能告诉我 关于静忠会的更多细节吗 她停步说道 我知道的也不多 我看着她 就把您知道的讲一讲吧 她转身说道 静忠会是一个研究神鬼的玄学组织 以前曾发生过大肆不轨的事件 就是他们所为 我从没见过他们 左元就是因为见了他们 才成了现在这样 她说爸 便朝着临身处走去 快离开这里吧 不要过多打听他们的事 不要想着为裴灵报仇 神秘会聚集 你越是打听 便离他们越近 我顺着她离去的方向看去 看到了一尊古旧的山神像 不要太挨愁了 四季师傅透过后视镜看我一眼 人间的思念在哪里 王者的灵魂就在哪里 我一时触动 左元虽然消失了 但裴灵还记得她 她仍然存在着 就像我的父亲仍然在我心里 其实我能看见灵体后 我第一时间就去了父亲的墓园 墓园里很空 什么都没有 想必世间真有轮回 她已经转世去了 但神秘的静忠会 仍让我耿耿于怀 这样一个组织活跃在人间 让我觉得可怕 他们简直就是悲剧的酿造者 明昼副本内 我将发生的事 句实说出 裴灵安静地听着 听到左元的消失 也只是点了个头 我说道 她一直在想你 她在小本子上写道 吴妈 谢谢你 我想我需要自己待一下 好 我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 只好起身离开 把时间和空间都留给她 让她去追思曾经的左元 从副本出来后 老板问道 事情办成了 我点点头 办成了 只不过是个不好的消息 她说道 你可以骗一骗她吗 她又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 我说道 人总要面对真实的 老板笑了笑 不再谈论这个话题 怎样 你这个低配版灵眼好不好用 我白她一眼 只能说能用 大晚上还有些谎眼 她哈哈的大笑 随后正色道 我之前说的并非玩笑 你一定要小心 现实中也并非你想的那么安全 我点了点头 随即问道 老板 你知道静忠会吗 她看着我 当然知道 我的一部分 就是静忠会所制造 我一时震惊 你也是静忠会的受害者 她点点头道 也不全是 你如果愿意听 我也可以和你讲讲 我搬了一张椅子坐下 老板您说吧 她说道 我和所有的NPC都不一样 我来自特殊副本 鬼不基因 是前任老板 为了掌控现实世界 制造的兵器 只是她没有想到 我这个兵器 反而先伤了她 一开始 我的本体是一个先天S级NPC 她找上我 威逼利诱 要我配合她 进行一场实验 你以后会比这些SSS级NPC 更加厉害 这是她的原话 她给了我选择 但我清楚 我根本没得选 顺她者昌 逆她者亡 我只好须与尾仪 假意顺从 没想到她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磨灭我的意识 她失败了 老板停顿了一下 说道 为了达到目的 她反其道而行 开始给我加入更多的意识 这些意识里 就有几个是镜中 会刻意炮制的 他们在现实中 寻找拥有特殊体制的人 用尽各种刑罚 以到达制造NPC的目的 他们的成功率低的令人发指 折磨了数百人 送进来的也只有寥寥几个 那几个 如今都构成了我的一部分 前任老板以为加了暗门 就能控制我 却不知道 他是在制造一个 根本对付不了的敌人 我看着老板的三十一个头 瞳孔晃动 这是 三十一份的痛苦 他接着说 结果你也看到了 我现在坐在这里 他却像阴沟里的老鼠 不知道躲在哪个鸡脚嘎啦 我站起来 老板 你需不需要一个温暖的抱抱 他笑了笑 谢谢 不需要 接着说 镜中会吧 我在坐稳位之后 第一件事便是消灭镜中会 他们的总部 连同多个分部都被我连根拔起 数月前 裴林所在的晚城分部 我也除掉了 我瞪大眼睛 也就是说 杀掉裴林的凶手 早就被老板您收拾了 他点点头 当然 明昼诞生 我自然要关心一下 得知是镜中会作怪 我又怎么会放过 我问道 所以我出发之前 您就知道我此行没有危险 老板看向我 不一定没有危险 镜中会的残余仍在 而且灵眼一开 即便不引来镜中会 仍然会引来其他的古怪 你在现实中 千万不能大意 我点点头 问道 您为什么不将这件事 告诉裴林呢 他说道 仇恨也是一个念头 可以让他人生有一个目标 不至于浑浑噩噩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镜中会并没有彻底消失 他们的势力遍布全球 现在只不过是引入地下 难缠程度比之前更甚 要彻底铲除 任重而道远 前任老板 镜中会 如今全都藏在暗处 像阴冷的毒蛇 等待着机会 一旦卷土重来 人间和恐怖游戏 都将受到难以想象的冲击 我看向悠然喝茶的老板 顿时安心起来 只要他还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 这些事都不是事 老板 您一定要长命百岁 老板吐出茶叶 呸呸呸 说点好话行不行 百岁不是咒我早死吗 我反应过来 突然想起小李的愿望 许愿无妈活到一千岁 给我打扫一千年 我嘴角一抽 说道 助老板万岁万岁万万岁 老板点点其中三个头 故事也听了 去忙吧 离开办公室 路过民众门口 我不再停留 生活就是要向前看啊 无论你接不接受 翻外订阅恋恋推文 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裴林和左元 是一对好朋友 他们天天都在一起 这令裴林的父母很是担忧 或许 真的要带裴林去看看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说 之所以女儿会叙够一个 看不见的朋友 可能是因为他们 没给女儿更多的陪伴 可为什么陪伴了之后 这种现象仍然没有减弱呢 直到他们发现 无人的房间里 似乎有什么东西动了 那是一个普通的 再不能普通的一个日子 对于游荡许久的左元来说 热闹是别人的 而他注定是孤独的 他呆呆地望着远处 直至有人站在他的面前 你好呀 要和我一起堆沙子吗 他十分惊讶 你是在和我说话 小女孩说道 当然了 不是你 还能是谁 于是他们成了玩伴 左元一直小心翼翼地 隐瞒自己非人的身份 直到裴灵在炙热的阳光中 为他打伞 他看着他 我听说鬼是不能晒太阳的 左元愣住了 你说的应该是吸血鬼 一到考试 裴灵就会非常焦虑 他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左元 明天你帮我偷看 第一名的答案好不好 左元疑惑道 你不就是上次的第一名吗 啊 裴灵将脸扑在枕头上 压力更大了 左元把漫画书放下 没事的 实在不行我 帮你偷看第二名的试卷 裴灵深吸一口气 翻身拉上被子 不用了 我还是靠自己吧 然后 他考了第三名 呜 我就说 我的预感没错吧 我果然是考不好 左元 你为什么不帮我偷看第二名的答案 左元的脑袋里冒出几个问号 他说道 下次 下次一定 左元正在家里吹凉风 不料裴灵直接挡到前面 你可是鬼 鬼也会怕热吗 左元说道 正因为是鬼才怕热 你不知道鬼都怕治刚治阳吗 裴灵的小脑瓜动了动 这样啊 那还是把风扇让给你吧 裴灵走了没两分钟 又掉头回来 不行 我扛不住 还是咱俩一起吹吧 他看着他 我发现挨着你会很凉快 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阴风阵阵 后来 裴灵成功感冒了 左元意识到 他们似乎不能靠太近 一天 左元说道 我决定要离开了 裴灵看着他 问他为什么 左元说道 在这里我住不惯 你知道的 鬼都要住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裴灵问道 你想好去哪了吗 左元摇摇头 裴灵说道 一点规划都没有 出去是要走丢的 我倒是知道这么个地方 我外婆就葬在那里 于是他们来到了西元山 裴灵是悄悄来的 带上了挖沙子的小铁锹 最后却连累家人 找了一整天 你这孩子出来 也不说一声 多让人担心啊 他妈妈抱着他 他遥望那个小土包 他的朋友就在那里 临走前 他拜托了那个老婆婆 帮忙照顾他 他冲妈妈道歉 对不起 左元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待在山里 但他很快发现 山里很无聊 于是又走了很远的路 到图书馆看书 为了不显露出异常 他都是跟着别人看 遇到关键的情节 他会很着急 翻呀 翻下一页呀 但看书的人 却丝毫不着急 在那儿细细品读 左元于是把这件事 讲给了裴灵 他说道 我把书翻过去 他又把书翻回来 我那个急呀 裴灵哈哈大笑 你要看书 还是来我家看吧 我去帮你借 那时左元就在想 应该不会遇到 比裴灵更好的人了 自从裴灵有阴阳眼的事 被更多鬼知道之后 他的世界 就开始变得糟糕了 越来越多的鬼 开始来找他 请他帮忙 可他只是一个学生 而且他还有 自己的事情要做 一个老玉死死盯着他 威胁道 这件事你必须帮我 似乎只要他说一个不字 他马上就会对他动手 左元站到裴灵身前 不帮你要怎样 想挨揍吗 此时的他已经十分高大 站在前方一副胸像 吓跑了老玉 他说道 裴灵 贴门神没用 你得贴我 裴灵凑过来 好 咱们贴贴 左元不好意思地说 不是这个贴 裴灵考上了一所外地的大学 他问道 你会跟我走吗 左元摇摇头 算了吧 你去也是住宿舍 女生太多 不合适 裴灵深深看了他一眼 说道 那等我回来 我装饰一下你的屋子 给你种点绿植 种点花 左元开心地说道 好 我等你 这一去 左元就再也没见过他 直到他听到有鬼在说 那个有阴阳眼的女孩 似乎被沉浆了 左元拖着残躯 侥幸从镜中会逃离 他回到自己的小土包中 陷入沉睡 抱着一丝 还能再见裴灵的幻想 不管他现在是人是鬼 请让我再见见他吧 他祈祷着 一直等到了鲜花出现的那一刻 只是眼前这个人 不是他要等的那个人 他终于死心了 裴灵抱着本子 独自在房间中发呆 左元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呢 他想哭 却流不出一滴眼泪 上一次从他眼眶中流淌的 是血痕 仇恨与痛苦 蚕食着他的内心 直至光明充斥房间 吴妈拖着一筐灯进来 你这房间太暗了 我给你改造一下 你也别闲着 一起来帮忙 这几个大功率灯贼亮 千万别心疼老板的电费 他有的是钱 他忙活完 又拖进来一堆书 你这书房太空了 看都先放几本 把书摆放好之后 吴妈又问道 对了 你平时住哪间 这里到处都是黑漆漆的 哪里像个女孩子的房间 改天我弄点涂料来给你刷刷 保证是生机勃勃 四季如春 玩家来了都得夸你 这里是四类集景区 裴林笑了笑 拉着吴妈坐下 给她泡了一碗茶 谢谢你 吴妈 痛苦依旧存在 但快乐也存在 两者不能相互抵消 但生命的复杂极是如此 吴妈要做的 也只是如此 她说道 缺什么少什么 跟吴妈说 吴妈现在多少也是个小富婆 年收入几十万 裴林感觉内心也像这常年冰冷的茶壶 终于有了一丝温热 好 夜色中 一只飞鸽飞上屋顶 带来了晚城分布 无人生还的消息 必须协助她 夺回老板之位 否则永远没有我们安宁的日子 传信手下的游戏工会 让他们加快进入游戏 想办法与她取得联系 全文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工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工程